我們回到第二節 在第一節的時候 我們總算講了 Alpha, Beta, Gamma, X光 和紫外光 這些可以將物質電離的一些輻射 能量越強的東西 將其他物質電離的能力也都越高 甚至乎穿透能力也都越高 我們再提多一種輻射 才討論這個穿透力的問題 其實還有一種輻射 就是由高能量的中子 給予出來的一種輻射 你可以想像到 因為原子核裡面既有質子 既有中子 會不會有一些核的機制 使我們放出一顆很強 走得很快的中子出來呢 的確是有的 而且在我們日常生活之中 我們遭遇到 需要用到這一種輻射 這一種就是一個叫做 核分裂的一個鏈式反應 可以比較一下的 其實就是先前我們提到 有二三五的分裂 這裏就分裂了 做一大一細兩顆 不同這樣的原子核 而且有一個是非常之細 有一個是非常之大的 非常之不對稱的一種分裂來的 這一種分裂呢 再加上一堆的中子 這一堆中子就擁有很大的能量 它甚至乎會再撞到其他的有二三八那裏 來去促使更加多的核分裂去產生 其實我這裏說 不小心說這一個 就是一個核武器裏面的一個鏈式反應 train reaction這個概念 再仔細一點的東西 我們留下之後的其他的集數再去講 但是我這裏只不過提這個例子的原因 就想跟大家講一下 是有一些的核機制是可以幫我們 產生一些高能量的中子 中子射線亦都是屬於這個電離輻射的一種 當這個中子能夠撞到其他的原子核的時候 它會撞到其他原子核 可能亦都會令到在原子外面的一些外圍電子 不小心鬆出來 一點都不奇怪 所以我們會說這個中子射線 都可以是電離輻射的一種 在下面還有一個圖 就是解釋一下 究竟這些不同的電離輻射的穿透能力有多強呢 Alpha因為它帶的電荷很高 而且它本身比較大顆 容易撞到其他東西 很笨重 所以它用一個很薄的煤介 就能夠把它攔截住了 甚至乎空氣 它在空氣很容易撞到其他空氣粒子 很容易停下來 另外還有一個Beta的射線 它是一個高速運動的一個電子 因為它是小顆 電荷亦都比較小的緣故 所以它在空氣上面走過的時候 它可以行進得相對一個長一點的距離 但是基本上用一個人的手都可以擋住它 另外加碼射線 一個相互作用的比較少 但能量高 穿透力很高的一個射線 所以你看到它可以穿過很多東西 一張紙 一隻手 一杯水 甚至乎你載一個很厚的混形土 甚至鋼筋 甚至一個圓塊 它都能夠穿透得到 基本上我們就會說 你用一個25毫米厚的一個圓塊 你就可以把它擋一步 越厚的時候你可以繼續再擋多些 但是你理論上就需要這麼厚的東西 才能夠將它無限地吸收 另外 宗子的穿透能力也有差不多 因為它不帶電 所以它和一些帶電的東西 基本上是當它透明的 一直去穿過 直至到它真真正正可以 剛剛碰到某一個原子的原子核 它就會有機會去停下來 或者去彈去其他那裏 怎樣都好 我們就說因為它不帶電的緣故 所以它擁有的穿透力相對亦都比較強 你會發覺比起Beta都要強 但是差在沒有加碼那麼強 亦都是這一個特性 令到它被別人連結到 可以都去做一個武器 這個武器又叫中子彈 我們就留在未來的集數 再和大家慢慢去講 在這裏就看到 它的穿透能力有多強 就很同有幾個因素去決定 和它本身擁有的電荷大小有關 和它本身的質量大小有關 也都和它本身擁有的能量多寡也都有關 所以考慮這幾樣東西 我們看到 加碼射線不帶電 和其他物件的相互作用少 但是能量高 所以穿透力最強 中子 它的質量不帶不少 但是因為它不帶電 所以也可以走得比較遠 然後到Beta射線 它輕 但是它不帶電 它也帶一個負電 所以它比一個中子的穿透能力更弱 而穿透能力最弱 就是一個最笨重 然後帶電荷最高的 一個Alpha射線 就是由這個圖給出來 好了 這些就是一個帶電輻射 給出來的一些資料 我日常生活中 真正正能夠面對到這些帶電輻射 就是這些電離輻射的機會 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譬如說我們走近一些花光岩 給出來的這些 由冬氣給出來的一些輻射 都是屬於一些電離輻射的一種 我們去到核電廠 或者看到一些核武器 它裡面基本上使用的 都是這樣的電離輻射 但是我們日常生活中 看到接觸到其他的所謂 我們叫的輻射 譬如說我們打電話的輻射 或者是我們用WiFi的輻射 或者甚至乎是我們去 在其他 譬如說在可見到的光 這些等等 都是屬於非電離輻射 微波爐這些這樣的輻射 其實都是一些非電離的輻射 它的能量級數是低一點 你可以想像 對人的危害也會少一點 好了 用一個很簡單的圖 跟大家去分類一下 為什麼我們可以這麼粗疏地 把輻射分為兩種 因為的確 你要將一個物質去電離的話 根據我們學過原子的理論 你那個光的能量 一定要有差不多 從而能夠滿足到 某一個的原子的外圍電子結構 令到它能夠將裡面 某一粒的電子 由某一個流程 踢到無限遠 這樣就為之一個電離的過程 能量至少要夠高 才能夠做到這個效果 所以我們看到 低能量的那些這樣的輻射 尤其是說的是電磁輻射 基本上都不是電離輻射 而另外一方面 一些非電磁輻射 但又可以電離其他東西 就是Alpha和Beta 和中子射線 這些這樣的輻射 它不需要透過一個光子激發電子那種的反應 去將一個原子去電離 它只需要透過直接的撞擊 就能夠將其他的原子電離 這個就是可以說 Alpha和Beta和中子射線 和這些加碼、X光和紫外光 去電離其他原子的機制 其實是有少許的分別的 好了 在這個圖裏面再提及其他 非電離輻射有很多其他的例子 我們聽的收音機訊號 人體發出來的那些軟紅外線 我們用微波爐裏面的微波 另外就是說 我們電器所產生的 譬如說那些輸電塔裏面 產生到的這些這樣的電磁效應 其實都可以是一種電磁輻射的一種 另外還有 還有其他的 我們看到的 可見的光 都是一種非電離輻射 在這裏我特別要抽一下微波爐來講 我們說不是的 微波爐我給它 就是種的那些微波都會受傷 都會很痛 那些肉類放進去會整熟的 那它也不是電離輻射 那它真的不是的 那因為微波爐那個加熱的原理 和其他那個電離輻射去改變 物質結構的原理是有些不同的 微波爐它裏面 基本上就是用一個 一個電磁共振的原理 微波爐裡面的那種微波 它的波長大約是12厘米左右 對應的是2.45GHz 這種頻率和波長的一個電磁波 它對應的並非是一個電離輻射 它未必有能力把煤界裡面的一些分子 上面的電子去踢出來 但是它絕對有能力令到裡面的原子去震 震得來不會有電子掉出來 而且越震越厲害 譬如說這些這樣的微波 有的微波輻射 它可以將水分子去震 震得越激烈的水分子 和一個震得沒有那麼激烈的水分子 分別是什麼呢 正正就是溫度不同 我一杯熱一點的水 和一杯冷一點的水 它裡面的水分子 一樣是這樣的樣子 但是我們知道 它走的速度和震的速度不同 會震得急劇一點 甚至乎它會將這種震動 去震到旁邊的水分子 令到別人彈開 變成一個動能 所以我就說 這些微波去加熱的原理 是透過令到水分子和它一起共震 於是乎去加熱 然後令到整體的水分子 都一起震得多了 就熱了 而並不是將它上面的電子去踢走 所以這一種這樣的加熱的原理 又有些不同了 它就用到一個叫做共震的原理 來去做這個加熱的效果 這些電離輻射 亦都可以再提一提 就是正正因為它不能夠 將一些分子上面的電子去踢走 所以它對人的危害相對比較低 你會說 會不會是有些人去講得多電話 或者聽得多收音機 或者走得近些的微波爐走得多 令到它那個致癌的機會率是大一點呢 如果純粹以這個層面來講 假設將這個DNA去電離變質 是生癌的其中 甚至乎是唯一一種機制的話 那我就會說 非電離輻射基本上不會令人致癌 那電離的輻射 因為它能夠令到這個DNA上面的電子 是被踢掉 它可能有其他化學反應出來的時候 那整個DNA它變質 於是乎就癌症的可能就會是這樣去出現 那當然了 如果你告訴我 一些非電離輻射去產生一些其他的過程 譬如說去將我們的神經震一震 或者將我們身體上的水分去震一震 都能夠令到人致癌的話 那我才會承認 這些非電離輻射 都是對人體有害 那所以我就會說 現在我日常生活中所講 講得多電話令到人會生癌 住得近這個這樣的發射站 會令到人生癌 那你一定需要去證明一件事 就是說 那是不是這些非電離輻射 原來也有另外一套的機制 令到一個人去致癌呢 是一些改變DNA以外的方法 令到人都會產生一些基因變異 那這個就真的要留給生物學家 或者去從事醫學研究的人 去再給多一些答案給我們 在這裡 那我就叫做 再提了這個非電離輻射 這一類這些這樣的資料 再給大家一個數字 就是說 我們怎樣帶去區分一些電離和非電離輻射呢 其實有一些我們先前學原子論的這些數據 很容易就幫我們去分裂 一個最基態的能量 一個電子如果處身在一個氫原子裏面 最基態能量最低 一樓時候的能量就是負13.6個電子幅 你只需要給回13.6個電子幅 就能夠將它電離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一個典型的數字就是把一些原子 或者把一些分子去電離 一個很行常見到的數字 就是大約是10個電子幅 這些這樣的能量 那如果我們說回 在電磁光譜裡面 有哪一些光去對應一個光子的能量 是有10個電子幅以上呢 真真正正就是以紫外光為界 這個比紫外光高的能量 都是一些超過10電子幅的光子 所以它們就會屬於一些 可以電離的電磁波輻射 10電子幅以下的 基本上就是一些非電離的 一些電磁波輻射 當然在這裏講 我沒有再 這裏Alpha、Beta和中子射線 沒有放進這個圖裡 因為它不是屬於電磁波的這個範疇 但是如果你純粹說 要我將它們分析 它們屬於電離輻射 還是非電離輻射 那豪不猶疑 它們一定是屬於電離輻射的這個層次 那麼我們日常生活中 還有什麼方法去量度這些輻射呢 我們就一定要講到這個探測器 這些輻射的探測器 我們留待下一節 講到宇宙射線的時候 再跟大家去講 我們下一節第三節回來再講